花莲鱼头要先在约80摄氏度的水温中煮到八成熟 接下来就要看拆骨高手董磊的计较了 哇 这个是冰水吗 是冰水 是冰水 是不是因为这样肉质收缩了 对 然后就更方便拆了 方便拆 小心 咱们这个拆的时候啊 这有没有顺序的讲究 这个有顺序讲究的 先拆哪一根应该 先拆这里的一根大尺 这里的大尺 为什么要从这个大尺开始 因为这个它是最靠的最下面 你从中间拆的话 防止把这个皮啊回弄破 如何能将花莲鱼头全部拆骨 又不损其形 那就需要制作者对鱼头结构了如指掌 董磊告诉我 取出鱼肉中的主刺是最简单的操作 越往上拆的难度也就越大 最难拆的骨头就是我们这边的头盖骨 我能感受一下这个最难部位到底有多难 你先感受一下 好 我认为这个皮太容易碎了 我觉得我这个手一不小心就可能容易捅破了 是吧 所以我看您是拿食指在这儿有试探性的在往前推 让它能够分离 不光让它下来还得保证它这个皮的完整性 贴着那个骨头边 贴着那个骨头边 对 不容易确实是 我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我是一初学者 从初学到最后能完整地把这个骨头拆出来 并且上面也不带肉很干净 这种程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的话大概需要八到十年的时间 八到十年 十年磨一剑 董磊在三千多个日日夜夜中 不断摸索着最适合拆鱼头的水温和鱼头的结构 在冰水中拆鱼头困难重重 尤其是鱼头上的很多地方 就只被一层鱼皮覆盖 董磊告诉我 在水里拆的只是鱼头的里面 我们还要拆外面 这边基本上是一些碎的骨头 因为鱼脸这一边 对 鱼嘴 包括唇骨 这边有一个腮骨 还有眼眶骨 都在这一面 那这一面咱们应该从哪块的骨头开始 这面的话从鱼嘴开始 等于刚刚那一面是从后往前 对 从后往前 现在的话我们是从前往后 您有没有算过 这整个鱼头 一共能拆下多少块骨头 整个鱼头的话 一般的话 在60块左右吧 60块 那真的是一个太细致的活了 而且我发现 好像都是从这个鱼嘴这往外掏 这边口比较大一点 要不然这些后面就容易破了 如果从这的话 鱼头正面的拆骨难度直线上升 鱼脸肉吹弹可破 一不小心就会拆散拆碎 塞钙骨 鱼骨 上河骨等几十块骨头 整齐码好 预示着鱼头即将入锅 为了保证去骨后的鱼头造型完整 溃的时候就不能用勺子翻搅 为了不糊锅 要借助手臂的力量 不停地转锅 在鱼汤温柔地拥抱中 鱼头变得如同果冻一般软滑 其实用勺子吃鱼啊 还真的是很难得 我觉得 是不是 真的是像您说的 一吃下去 有点忽嘴的那种感觉 对 粘稠 对 对 鱼头绵软顺滑的口感 刷新了我对吃鱼的认知 扬州厨师用精妙的技艺 为吃鱼头赋予了更加文雅的享受 这份词 它是不够的